在地居民手舉白布條與標語 強烈抗議中央未經許可 就將土地規劃為校地 中山區朱元里里長李林耀邀及立委 議員還有台九代表舉辦車案說明會 強烈表達不滿與質疑 讓它做文教用地 讓北科大來使用 這我們都知道 其實都市計畫的土地的變更 就應該也是要檢討 也要跟地方聰明溝通 不是說你中央好就好 我們都是在新聞上看到的消息 或者是參加北科大的活動 得到的訊息 与會議員陳彬甫表示 北岸在108年經都委會審議通過之後 台九公司與市府雙方 持續就經營權以及增額容積使用權問題 進行協調 如今卻傳出中央私自 將當中的1.76公頃 作為北科大校地 等於直接宣告沒收了原先規劃好的綠地空間 中央區的綠地比雷是12個行政區裡面倒數的第四名 所以其實是非常少的部分 那好不容易今天台九也曾經要把這樣一個古蹟 把之前的文化價值的這樣一個 我們的製酒工廠的部分保留下來 旁邊作為回饋 然後給我們大家市民使用 加一串串就把這個十幾年的案子都推翻掉 然後不會去考慮到我們實際的需求 我想這個是我們無法容忍的 建國啤酒廠建於1919年全區5.2公頃 有七處廠辦是設定古蹟 原本將規劃為台皮園區 期盼能以原油使用的形態持續經營 如今要加入文教用地 恐怕會讓整個專案完成10日再填貶數 記者劉德宇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不關心的一面還是總是單位 谢谢大家